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自從美國國會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 關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展開調查 提交報告之後 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就受到美方質疑 而這個調查委員會也建議美國當局 重新審核是否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當中當然涉及的是 香港將美國入口的高科技產品轉運到中國 從而使中國有機會 盜用美國的商業機密或者知識產權 在這件事入面 香港當然是跳腳 害怕 反應得最滑稽的就是 不知是甚麼黨 我都免得提名 因為這個黨和自由是毫無關係的 只是一個黨 現在共產黨都差不多是這樣 這個黨有一個黨灰 黨灰我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是一個鬼字 左邊一個鬼頭仔的鬼字 右邊右上角就是一個斗字 即是星斗 鄭斗的斗字 這個黨灰叫做鍾國斌 他之前提了一個私人草案 要促請特區政府就著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 那個即是國安立法 保障國家安全的那個 政府都不想提 北京當局也不想提 這個黨的黨灰居然是想23條立法 最近風聲緊 美國說要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他自己就很聰明地撤回 跟著還說自告奮勇 又說不用等特區政府去跟美國談 說自己組織商人組團去美國遊說 保存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他說最近大陸那些廠商的單都是多了 因為趕著1月1號之前 即是美國徵收中國貨的懲罰性關稅之前 就快些出口 特別是成衣那些商人 如果真的制裁的話 有些商人可能會把廠商搬回香港 但搬回香港也沒什麼用 如果到時 美方當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 中國境內的看法 一樣是徵收懲罰性關稅 所以黨灰就去美國那裡遊說 不出聲不行了 這次當然要說什麼 我真的做好心 見你去錯門口 拜錯神 拜錯廟 其實美國之所以是對付香港 不是香港做了什麼 這個好像 一位攝影師經常做戲闖禍 人家問他 你不要再闖禍了 攝影師就說 我這場戲做得很好 為何你說做得不好 23條我建議政府立落 政府有些什麼填海 有些什麼新移民 我都支持 為何現在又說做錯事 別問了 中間廠商也好 什麼黨的商人 什麼都好 在過去幾十年 你搞了什麼出來 你不是支持北京赤化香港 從中在中港 貿易之間取得利益 在大陸設廠 投資 得到中國共產黨照顧 這麼多年來 助紂違約 現在美國制裁香港 不是因為香港做了什麼 是因為中國對美國做了什麼 所以這群人要遊說 不是去美國 這麼久以來 我很少點醒人 特別我很少點醒 那些混蛋 不過我看到那些混蛋 摸錯門口 難道不說嗎 終於說你聽了 錯在哪裏 這些KFH做錯了什麼 你們遊說應該是北京遊說 大哥 你不是在華盛頓 做錯事的 北京不是華盛頓 不是美方 不是特朗普 你向習近平遊說 叫習近平 不要搞壞香港 不要破壞這裏自治 保留這裏的民主自由 言論自由那些東西 美國自然不會制裁香港 這些事情 不要勞煩阿叔 怎麼醒你 這些不知道什麼 一個鬼字 一個斗字 你小心點 摸錯門口 大哥 你要勞煩我 你點醒你 你早睡吧 好可愛 大便 你 好可憐